苹果13发布后 哪些iphone最香呢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宝哥 苹果13已经发售四天了 但依然抢不到货 很多人都预约到了11月份了 不过今年的苹果13系列是真的挺香的 特别是苹果13的确是加量不加价 更强的处理器 更大的摄像头 128G内存 官方竟然只要6000块 比苹果12刚出来时 便宜了整整800块 还真小 还有13pro也很香 搭载120赫兹高刷屏三个大摄像头118G内存只要8000块 比12pro刚出来时便宜了500块 因为二手机的话 最香的还是两三件钱发布的iphone 搭载a12处理器的苹果叉和苹果ss确实很抗揍 现在用起来依旧很流畅 吃戏王者不在话下20张出头就能拿下 还有搭载a13处理器的苹果11和苹果11pro 使用体验堪比现在的安卓旗舰机 再占两三年完全没问题 三十张出头就能搞定 下面我们再去市场日常挑机 先去推几台机器都是质检不合格的 这台20年的pro是一位生争大哥要的 搭载a12c处理器12.9寸大屏幕 非常适合用来办公画图 休闲看电视也很爽 当初也是非常贵 现在都是骨折价了 在搞台mini4128G的7.9英寸屏幕 烧管也很棒 当做学习休闲的工具 这台是红米k40很漂亮 外观非常新 机身机会没有磨损 搭载骁龙870处理器8256大内存 使用体验很棒 性价比很高 在搞台小米10外观挺新的 搭载骁龙865处理器耗制14射 支持指纹面部识别 功能很丰富 这是8928的红米k40pro 搭载骁龙888处理器 6.7英寸奥赖的屏 支持120赫兹高刷 还有杜比双扬声器 保销器还有大半年 品质很好 还有一位老朋友要的13pro 还有13pro mass 并不是拿来自己用的 而是要用来做模具 制作钢化膜的 有钱人就是阔气啊 这是15年的massbook 8256的内存 12英寸的屏幕 用起来也很流畅 比较便宜 这台19年的massbook pro 是回收一位兄弟的 搭载i5处理器 13.31寸屏幕 电池循环只有18次 平时很少使用 外观橙色也很新 这个虚拟按键也很方便 很适合用来办公娱乐 还有像这种s6手表 国行gps的 代表300天拿过24张 比全新的 便宜个七八百 耳机的话 洛达也五六m芯片的二代耳机 已经称霸市场很久了 品质比较稳定 三代最好用的是这个156a芯片的公鸟版 将的效果和使用体验都很棒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记得点赞评咯